大家好,我是特四甲的陈佑菲 那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常用手语词汇的APP 那打开以后它的界面就是长这样 ok 那从基础的部分点进去的话 就可以找到说像是基础的几个手势 然后跟比较简单的一些手语词汇 那其实如果有特定要寻找的词汇的话 也可以从就是词汇这里点进去 然后这里有一个搜寻的小图示 就是点进去 然后你可以打中文去搜寻也可以打英文 然后找出来以后就是 找出来以后就是 所以它是要WiFi的状况下 对对,要连线的状态才可以找到 那或者你可以依照主题 比如说现在你要找数字 找进去以后 镜头因为没有办法拉到这么小 好,没关系,你大概讲一下内容 好,那它就会出现跟数字有关的东西 那包含它的英文翻译 那如果你想要看 就是它的比较详细的手语介绍的话 就是点进去它就会有图示 图示如果看不懂的话 也可以就是播放影片 ok,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影片 对 它就会有就是影片的动态的介绍 然后如果看不懂或者不会打的话 可以多看几遍 那其实就还蛮容易学会的 嗯,好 我们谢谢佑飞 那这一套叫做什么呢 这个APP 常用手语词汇 好,谢谢佑飞 随着